最近新兴股市看起来压力沉重 阿根廷巴西货币一路走扁 利率直线上升 拉丁美洲基金看起来前景不太妙 真的是这样吗 除了原油之外 原物料行情怎么看待呢 好 理财APP 今天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 助理教授朱岳中朱老师 来谈一下相关的议题 朱老师你好 主播及全国听众大家好 是阿根廷货币路走扁通膨率高达25% 今要求IMF300亿美元的金元 300亿真的很庞大 相当于台币9000亿 9000亿是天文数字 阿根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阿根廷的状况 其实应该是从好几年前就说起 因为早在2000年出头 我们在2003到2005年那段时间 他的货币曾经那个违约 就是我们所谓公债违约 那因为那时候的经济状况 非常的差之后呢 就接下来的几任总统 为了要救经济就不惯的撒钱 那撒钱呢 其实就相当程度就是民粹 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政策买票 好 因为这样子呢 长时间下来呢 造成这个国债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好 那再加上这个像 原本的通膨的问题啊 这个汇率暴跌的问题啊 那导致利率不断的上升 尤其他现在的利率 高达40% 那这为什么会这么高的利率呢 最主要是因为 外资不断的逃跑 大家觉得这个国家 非常有危险 像这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人杂志 就称阿根廷是目前全世界 最脆弱的新型市场国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几乎就是各种最差的经济状况 都在这个国家发生了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阿根廷的货币不断的贬值 它今年以来已经贬值超过30% 事实上它也不是只有今年在贬 过去这几年它其实都在贬值 像去年它也贬了将近两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阿根廷这么严重的问题 那大家不禁担心 这个问题会不会扩散到 其他国家去 那像我们最近看到 土耳其的状况也不好 然后现在南美洲的维瑞拉 选举的结果 国际又不承认 认为有舞弊 那临近的南美洲的大国 巴西今年要选举 那状况也是一堆 所以我就觉得 这段时间以来 新市场的状况真的蛮多的 所以投资人要特别去留意 去分辨一些讯息的 的问题严重性 刚老师提到巴西 巴西是南美的大国 对拉美市场影响 也是洞见观瞻的 那巴西除了货币贬值 利率高涨之外 政经面有什么 比较动荡不安的地方吗 是 那巴西 其实就基本面来说 其实是状况还好 因为它在过去几年前 总统罗塞福在任期间 确实问题也很多 那我们知道罗塞福总统 在去年的时候也被罢免下 他任期还没有结束 就被罢免了 好 那新的总统结论之后呢 代理总统他其实 很有心要把这个经济给救上来 所以呢 他就找了 在当年也是2000年出头 我们曾知道 巴西也是金砖四国之一 虽然现在大家有人开玩笑说 他已经变土砖了 可是在那个时期呢 当时的这个财经的这些大将 其实很厉害 比如说当时的财政部长 央行总裁都很厉害 所以呢这个 接任的这个巴西总统呢 就把这些人都找回来 巴西的状况也确实逐渐在好转当中 可是今年以来呢 又有状况了 最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在于 因为他们年底 大概10月份要总统大选 好 那现在总统选举呢 面临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当下巴西民意支持度最高的 有两个人 那一个呢就是前总统鲁拉 那就我们刚刚说 巴西在过去曾经是成为金砖四国 一个想当当的国家 那其实很大的功劳 大家认为就是在前总统鲁拉的任内 把整个巴西给 让他强大起来了 可是呢鲁拉却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后来被检举有贪污 那也确认说他有贪污的问题 所以现在呢 这个鲁拉呢 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可是呢 他又想选这一任的总统 人关在监狱里面 可是他却没有被所谓的 辞着公权 也就是说他还是有选举的权利 可是呢 他的民意支持度又最高 那会不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 他真的让他选上了 可是人却被关在监狱里面 因为他目前他被判刑12年 那当然他个人觉得说这个判决不公啊 是故意的啊 因为他想要选总统 又不想让他选啊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来 可是呢 目前他确定就是被关在监狱里面 好那另外一个呢 总统选举呼声也很高的 另外一个候选的 一个极右派的候选人 叫波索纳若 那这个人呢 他也很特别哦 他号称是巴西版的川普 哇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的问题啊 那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名 非常有钱的人 但是呢 他也跟川普一样 常常讲话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议 可是偏偏又很对选民的胃口 所以目前呢 他的这个呼声也非常非常的高哦 好 所以也就是说 未来巴西有可能总统当选的人 要么就是这一 又么就是我们刚才 要么就是在牢里 对 一个在牢里 那另外一个 这个是有很大争议 像川普的 那你想国际的资金 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 大家会担心啊 已经有个川普 已经受不了了 如果现在再来一个 号称巴西版的川普 或者是这个被关在牢里的乳拉 那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看到 今年巴西 他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货币的贬值 他今年到目前为止 货币也贬值了 两位数 超过10%以上了 虽然我们从股市看起来 好像是不错 可是这个股市呢 就一个吊诡的地方 如果我们看MHCI指数 他其实是跌的 跌的大概5%多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看 一般巴西 我们股市新闻 常常会报的 就是巴西的主要指数 圣保罗指数 他却是上涨 而且涨的还蛮多的 将近10%哦 那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货币贬值的关系 因为MHCI指数 是用美元计价 但是你用巴西的货币 巴西里尔计价的时候呢 看起来指数会比较高 那对我们投资人 我去买这个地方的基金 其实必须要看MHCI指数 那所以说这是投资人 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不过外界预期说 巴西在降息效应 还有原物料 怎么样情况之下 基金会有看头 老师你怎么看呢 确实今年以来 这个原物料的行情 确实不断的上涨 尤其大家最有感受的 就是这个油价 那当然巴西这个地方呢 它或者是整个 拉丁美洲地方 其实原物料 非常非常丰富 那所以原物料的价格上涨 确实对这个地方 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可是大家要去注意到说 这一波的原物料价格上涨 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尤其像农产品的部分 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是受到中美贸易率差的问题 像大家知道 中国为了反制美国 它对黄豆去科很高的税 这时候大家想到说 那中国会改跟拉丁美洲 尤其是跟巴西买 那这时候巴西 它可能就受惠 可是我们看到最近 因为中美的让一战的问题 又有比较缓和了 大家觉得那巴西 你可能又没忘了 所以又掉下来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人去买 这个地区的基金的话 可能就要去注意到 虽然基本面不错 但是消息面 尤其是政治面呢 其实新闻不断的在更新 有新的状况出来 投资人就必须要去小心了 是 如果说拉美基金 要特别小心的话 那到底要怎么投资呢 最近到新兴市场 包括特别是拉美基金 股债市基金的表现是怎么样 OK 好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 但我们刚刚说基本面不错 可是目前因为这些 消息面 政治面的问题 实在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人 你就看你自己的属性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积极的投资人 那这个地区呢 你不妨利用短打的方式 短进短出 那譬如说因为一些政治的问题 干扰 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新闻的变化 导致这个地区呢 又有比较大的回档 但是这种回档 我个人认为 不会是比较长期的 所以你可以短进 可是呢 有涨上去有赚钱的 你就赶快跑 当然这么做很累 很辛苦 如果看不准 如果这不行的话呢 我会觉得 你就是把它 站线拉长 我做一个长期投资 我基金 我利用定期定额 我慢慢的 做分析的 这个进入 那可以分散 万一我看错的 这个看错 时点的问题 把时间拉长来看 就如我们刚刚说 因为它的基本面 其实是不错的 市场也确实 慢慢有谷底在翻身 所以我利用定期定额 做一个比较长 至少一两年以上的 配置的话 我相信其实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是 所以稍微长线一点 是没有问题 因为基本面还可以 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些 原物料行情 包括油价 包括黄豆等等 这个原物料的行情 现在是怎么样 就是说大致上的情况 好 OK 我们投资原物料 我们习惯看一个 叫做CRV指数 就是美国商品研究局 所编制的一个叫CRV指数 以今年来看 这个指数 其实涨幅大概有6%多了 看起来算是不错 可是呢 这个指数 因为它是一个 综合性的指数 你必须再进一步去看 因为所谓综合性 指的是说 我们简单来说 原物料大概可以分三大类 一个就是金属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农产品 好 那CRV指数 它就是这三大类的东西 它都会涵盖在内 可是呢 看指数6%都好像不错 可是实际上 大家都好吗 其实也没有 就如我们刚刚说的 今年以来 其实最好的 其实还是在能源 所以如果你今年去投资 能源类的 其实今年的报处率 可能会到目前为止 大概可以超过两位数 将近两成 可是如果你投资的是 农产品的话 其实今年以来 农产品的状况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以CRV的这个农业指数 来看 今年到目前为止 其实是下跌的 好 那再来 还有一个金属矿产 那金属矿产又分成工业金属或成为基本金属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黄金这一类的贵金属 其实不管你看的是贵金属还是基本金属 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都是下跌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今天去投资原物料 你看CRV指数 看起来是上涨的 可是一档基金它到底会怎么去配置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简单的农产品 能源跟金属 它怎么去配置 其实每个基金 它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今天涨最多的能源 你配的比较少 那你可能绩效就不好 那甚至如果你压错保 你去买了这个金属 金属矿产 尤其是最近这个铁矿砂 所有基本金属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铁矿砂 今年还是跌非常非常多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还很重要的铜矿 今年都跌超过6%以上 那如果你今天去买这一类的 那你可能就要赔钱的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今天你要去投资原物料基金的 比较不建议去买这种综合性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三大类 你都有配置的 而是挑刚刚这三大类 各自有去投资的基金 也就是说要么能源最好 我就买能源基金就好 那我就去避免买金属的 金属类的基金 或者是农产品类的基金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你买 综合性的机会更大一点 是通常如果说我们讲巴西基金的话 它有没有投资原物料呢 还是说主要是股市或是债市 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原物料基金 它其实还是不是真的去投资原物料 它是投资跟原物料有关的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能源 能源它并不是真的去买石油 而是去买石油公司的股票 同样的我们说矿业基金 它不是真的去买各种金属矿物 而是买去跟这些矿业的开采 或是销售有关的公司的股票 好所以当我们去买巴西基金 或是买能源基金或买原物料基金 其实通通都还是在买股票 所以如果今天我去看到这个 各种原物料行情好 可是毕竟它买的是股票 如果今天股票市场的大环境不好 它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拖累的 好今天非常感谢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 助理教授朱岳忠朱老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